对国民党来讲 真的还有一股隐形风暴 也就是郭台铭 他最近 是不是要不要参选 其实真的就只差一句话了 动作真的做足了 他又夜访 前云林县长张荣卫 大佬张荣卫 就在昨天 与会人士说 是临时期到访 那么由于郭台铭和张荣卫 交情深厚 所以就在张家吃晚餐 那么国民党前天 因为举行了全大会 郭董当天抛出了 民意大于党一的那天 在脸书上的po文 所以拜访张荣卫 用意是不是相当明显 但是郭台铭 有可能在进一步动作之后 才会对外公开说明 那我们看到在今天 包括他也到了台中 大甲镇兰公拜访闫青标 那闫青标亲自接待 而且双方合体见面 还也是牵手牵得紧紧的 问到要不要独立参选 2024呢 郭台铭与代保留的说 民意大于党义 台湾人民需要改变 很多人希望我能出来做点什么 他说这些是民众心中所想 也是我所看见的 那波基不好意思 因为他今天做两个小时 我先请教乔欣 我觉得郭台铭讲的这句话 非常的对 可是我们的解读方式 可能会不太一样 比方说呢 民意大于党义 我完全认同 在国民党之前 要先有中华民国 可是当中华民国你可以看到 最近很多民调里面做出 六成希望政党轮替的时候 那当民意是希望政党轮替的时候 不分党派的人都应该要共同 以这个目标为前提 那第二个是说很多人希望他出来做什么 确实我们都很希望他出来做一些事情 包含就一起支持侯友谊 那包含团结一致下架民进党 包含我们共同去推好的政策 好的政见 福国立民 包含我们一起去下架民进党 这个是我们希望他可以出来做的事情 所以郭台铭他就算他不选 那未来如果整个在野党有机会政党轮替能够执政 他的能力上面 我觉得在未来还是有很多发挥的空间 对所以不是大家要抢着去做候选人 你每个人都想要去做候选人 然后结果没有人选上 这有什么用 你的再多的 其实我在那个郭台铭的活动的主持里面 我最后的结论我就是这样讲的 我说你们应该都是比我还要大 我当着他面说 你们应该都是比我还要大的人物 有比我高的政治的格局 那就应该要有更多的智慧 我们这几次提了很多好的政策理念 但是没有办法执政的话 那说再多都是没有用的 只有团结一致 那一起作战才有可能让政党轮替 才有可能实践这些理念 否则说再多都是白搭的 那我们看到历次的民调 我其实个人为什么我要讲说 如果我在主持他的活动的时候 他只要宣布参选我就要离开 一来是党继 二来是我并不认同 就我认同郭台铭可以为国家做事 我也希望就像李乾隆秘书长讲的嘛 团结韩国瑜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团结郭台铭嘛 换回郭台铭 现在有郭台铭有韩国瑜 这个我们的政 我们的船上面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我们的政势越来越大 那当然这个整合跟这个团结 对未来整体的选情来说就有帮助啊 选举就是韩国瑜说过嘛 这个朋友要多敌人要少 票多得赢票少得输嘛 所以我们应该要极可能的团结最大的力量 但同时我们应该要告诉 就包含像郭台铭董事长说 那如果今天说真的 在民调上面是10% 然后呢已经有这么多组人出来选了 国民党中央也没有打算要换人 也让你在全代会看到了 那你再出来独立参选之后 只会让你现在心心念念的所有理想 都没有办法实践 那你还要做这样的选择吗 我们相信你是有智慧的人 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所以我们相信你不会参选 但是当你没有参选的时候 国民党也有责任提供一个平台 让你把理念发挥出来 让你做更多的事 比方说他有一些不错的东西 可能是他法案要通过的 那我们国民党的几十个立委 大家承诺未来进到国会里面 一起帮你推 这个就是你即便你没有去参选 但是你的理念被实践出来了 这不就是你要的吗 这不就是民意大于党义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民党包含 我一向都对郭台铭很客气 但客气的理由跟前提是 你要跟我们站在同一边 而我们相信你会站在跟我们同一边 所以其实即便他假设说八月底 他宣布要开始连署什么的 我其实也真的都不认为他会参选到底 我不认为十一月他会去登记 因为当你看到这个局势是 我的出现只会让整个政党轮替变成泡沫 那我还要这么做吗 我这么做对得起支持我的人吗 那些人都很支持我我知道 但是如果我这么做之后的结果是让民进党继续执政 我都一直讲说两岸要和平 金门和平宣言等等的 但是如果我讲了老半天之后 我做的决定会使得这些什么和平宣言 什么两岸关系和平也都成为泡影 那我现在做的事情不就跟我的理念刚好是背道而驰的吗 就会变成这样子 只是说像他们这样子的 你是说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大老板企业家 他有时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想清楚 所以我觉得我都一直觉得让他走动走动 他慢慢看着这个民调的变化 然后慢慢有一些大人物来跟他解释 他去跟他说明 你说那个民调会越变越少是不是 不会越变越多的啊 不会越变越多的啊 因为没有723的换猴了嘛 没有723的换猴嘛 本来他或许他的想法或许会是说 如果真的换猴的话 那我再怎么说我也是在初选期间有报名的人 假如真的有人把猴友仪换掉的话 那总是地捕的人要是我吧 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人之常情啊 就是零号码牌的概念嘛 备取一嘛 可是如果现在已经很清楚看到 党中要他没有做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 那是不是当时脸书写的 包含跟猴友仪团结在一起 包含你的那些政见 猴友仪都可以拿去参考 都可以提出 你们甚至可以提出共同政见 可以说明清楚说 未来如果我可以做总统 我们能够怎么样去重用郭台铭董事长 他的国际跟两岸的经验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我也鼓励猴友仪团队这么做 那重点就是要把大家都能够抠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李乾隆是非常清醒的 第一步韩国瑜 因为我们自己人嘛 所以相对容易 就是反正韩国瑜本来就很爱党 爱中华民国 所以723大家看到了展现出这个团结 那第二步就是说怎么去跟郭台铭互动 把他拉回到我们这边 那两个人都拉回来之后 在10月11月 我们才有底气会去跟民众党 或跟柯文哲谈嘛 所以现在真的跟柯文哲谈 这个是一点都不急 说真的不急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能力谈 我们现在就是在第三名的民调的位置 然后我们自己的党内的团结 还没有完全整理好 所以先把我们自己整理好了 民调占到三成了 这个时候看看11月的情况 那再有没有可能去谈 最后只剩一组 那这会是整个政党轮替的胜利方程式 但即便没有办法整合成一组 变成还是再也有两组 那也不是完全没有获胜的机会 那但大家不要就是这么早就失去信心 因为这个郭台铭今天说 很多人希望要他出来做点什么 所以我请教雨萱 郭董会选吧 那他会选到底吗 我觉得他从723之后 他有一个很关键性的动摇 就在于说韩国瑜的表态 对 因为如果韩国瑜上回表态之前 其实那时候外界有两种声音啊 又不只是说希望郭台铭出来 也有很多支持者是说什么 希望韩国瑜出来啊 所以我觉得他呈现是不是一种反差跟对比 我能够预期的就是说在723之后 即便郭台铭再贴出这个四个emoji 或者你要讲icon也好 讲说自己是这个小老虎拿投票 可能要选为了中华民国之类的 但渐渐的渐渐的 他的整个效应跟舞台 以及最重要的师出有名的程度 会越来越薄弱 越来越薄弱 首先你看到韩国瑜做了什么 韩国瑜他等于是率先的 包括最重要的是他所谓的第三个願望 他说这个我刚才特别提到嘛 说这个侯宇的总统候选领导之下嘛 这个打破外界许多的传言啊 而且打破许多的所谓的原本郭台铭 可能有办法坚持下去的一个正当性啊 好你说在这个前提跟状况下 这一件事情当然我们讲回流需要时间 但至少韩国瑜这个点位 他已经不再成为一个疑虑了 甚至最重要的因素 他并不是在于说让所有支持者瞬间把票 灌到侯宇身上 而是在跟所有支持者喊话说 他韩国瑜的本人第一个 没有这个参选的意图 再第二个他支持国民党中央的决断 这个决断叫什么 这个决断叫做整合叫做团结一致嘛 因为最重要他最后一个点是下架民进党嘛 你说好那这个东西放在这边了 那侯宇的民调基本上稳在那边了 那你反观你郭台铭 他的民调也没有比侯宇相对来讲高出许多 甚至还低出非常多嘛 因为现在可能有些做的7%8%10% 显然他最重要一个 你看柯文哲跟侯宇加起来 就可以超过賴心甲 所以他叫什么 官媒现在变什么叫无关胜败啊 他就无关胜败啊 好就算你的确你出来乱 然后把柯文哲的民调拉低了 但他只会更加的造成一个结果 就是说让柯文哲也好 侯宇也好更有合作可能嘛 更有合作理由嘛 对不对 因为如果柯文哲他没有办法独立赢 因为他现在的盘算是什么 唯一柯文哲有办法选到底 而且当总统的一个概念就是 如果我今天民众党 有办法单独胜过赖清德 那个时候才会变成是 只有你国民党不来跟我谈的余地嘛 对不对 那个就变白蓝盒了嘛 那个就不是蓝白盒了嘛 所以我说在这个前提跟状况之下 我就郭台铭的角色相对来讲 会越来越变化 当然他今天去透过说哎呀这个陈玉珍有讲 说有八成的这个地方议长都还在支持 但他随着他每一表太一次 他相关的支持就会再掉一次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正当性 过去你的正当性是说 退回初选 让韩国瑜也好 郭台铭也好 侯友宜也好 大家重新洗牌一次看现在谁最强嘛 那现在韩国瑜表态不要了嘛 他支持侯友宜嘛 所以现在唯一的剩下一个人就是谁 就剩你郭台铭嘛 所以你郭台铭每天出来越喊说 我要独立参选 我要独立参选 9% 8% 7% 他最后只会怎样 只会越来越低 因为所有民众都只会认定你一个点 既然没有退回初选 你还坚持要 就会最后变斯卡都 你就在帮赖清德 而且现在不管说是柯文哲这边也好 国民党中央也好 也在如漸的把一个氛围给形成嘛 真正在郭台铭最后面强而有力的 把苦衷就叫赖清德 郭台铭就是赖清德的竞选主軸 对不对 所以既然这个前提跟状况成立之下 除非郭台铭他有办法证明说 自己能够统一非力阵线 掌握大旗有胜选可能 但显然现在这个局势 根本看不到一点这样的机箱跟曙光 所以gain over只是 在这一两个月之内 极有可能就发问是 除非郭台铭最后依然 顾我决定说我就是要独立参选 但我觉得影响不大 为什么 因为自然选民会去判断说 对于胜算的考量之下 把它逐渐给边缘化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田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酥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大人 不即刻的 大人 那儿 可以 否判 快点 快点 快点